大家好,欢迎来到冷军说定 贫苦难以战胜善良的人性 那些温暖并且炙热的光将永远不会消失在贫苦的黑暗里 它会在每一个黑暗的日子里带来殖民的方向 尽管弱小,但那份光亮却永远不会熄灭 苍老的手中握着妹妹萨拉粉色的鞋子 鞋子已经破烂不堪 修鞋匠穿针引线 将鞋子破裂的地方慢慢夹过 男孩阿里看着老人一点点缝补鞋子 修好后离开这里 他手中的这双鞋子是妹妹唯一的一双 阿里在路上买好食物 将鞋子放在门口 再去设账挑捡蔬菜店的马铃薯 但这时,紧垃圾的老头将鞋子当作废品捡走 找不到妹妹鞋子的阿里着急坏了 他穿过巷道,来到家门前 听到家人和房东因为拖欠房租争吵的声音 又看到妹妹在房间里期待的眼神 显得非常无助 妹妹问起鞋子的事情 阿里却不敢回答 妹妹期待着补好的鞋子 但她却拿不出来 眼中吸满了泪水 她呆呆地向妹妹解释着 妹妹哭了 阿里叫妹妹不要告诉家人 否则两人都要爱揍 不仅如此,父亲也拿不出买鞋子的钱 同学们在路上踢着足球 但是阿里不能玩耍 没有鞋子,妹妹明天就没办法上学 她来到蔬菜店里,翻找着妹妹的鞋子 没有找到,又被老板赶走 母亲因为身体虚弱不能劳动 父亲责怪着阿里应该多帮助母亲做家务 阿里无奈极了 房间中连张桌子都没有 阿里和妹妹只能窝在地上写作业 虽然贫穷 但父亲却非常坚持原则 他们有清真寺暂未保管的糖 但父亲却坚持,不拿一课 阿里和妹妹萨拉都知道家里没钱买鞋 妹妹问哥哥明天该如何上学 哥哥也想不出办法 最后决定 妹妹穿哥哥的鞋子去上学 放学后再将鞋子交给哥哥 为了补偿妹妹 阿里将仅有的完整的铅笔送给了妹妹 第二天 妹妹拖拉着哥哥肥大的鞋子进入了学校 大家的鞋都很漂亮 而这天又正好是体育课 大家纷纷跳远 别人都没穿球鞋 看着脚下的鞋子 妹妹脸上的苦闷顿时咽笑 放学后 妹妹赶紧穿鞋跑到家门口 哥哥焦急地等待着鞋子 随后拔腿而去 穿行在街道中 再怎么努力 她也没能逃过迟到的命运 回到家 妹妹乖巧地坐着家务 两人一起将鞋子洗干净 天空中飞舞着肥皂泡 闪烁着不一样的光彩 像是他们贫困但又彩色的童年 同伴叫阿里出去踢球 但她没有鞋子 她骚谎说 母亲生病需要照顾 关上门 泪水清满了眼眶 妹妹透过玻璃 看着商店中漂亮的鞋子 她的梦想渺小 但却难以实现 她只想要一双小小的鞋子 上课时 她问起老师时间 因为哥哥 仍在等待着她的鞋子 她尽快答题 然后提前脚转 离开了脚室 奔跑在街道里 穿过水沟时 肥大的鞋子 却突然掉进了沟里 她追赶着 鞋子像小船 急行在水中 但她始终抓不到 最后 鞋子卡在了石板下面 妹妹坐在地上 痛哭起来 商店前的善良老板 看到了这一幕 帮助她拿到的鞋子 将鞋交给哥哥 已经是湿漉漉的 她不想再穿这双鞋子了 躲在墙角里 偷偷落泪 哥哥换上鞋子 但还是难逃迟到 主任又发现了她 并威胁她 再迟到就让她退学 阿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阿里虽然扎尽贫寒 但是成绩有益 老师奖励给她 一支漂亮的圆珠笔 但她却将笔送给了妹妹 妹妹顿时开心极了 天真的说着 自己曾经的承诺 不把丢鞋的事情 告诉母亲 妹妹在学校 看着别人的鞋子 羡慕极了 但她却突然发现了 自己丢失的粉色鞋子 她抬头掌望着 确认是自己丢失的鞋子 她在人群中寻找 终于 她发现了墙角 站着一位小小的姑娘 她吃着塑料袋中的酱料 上课领想起后 便跑回了教室 放学后 萨拉紧紧跟着小姑娘 一路小跑 直到她回到家 小姑娘笨笨跳跳地等待开门 萨拉紧紧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心想要让哥哥来要回鞋子 但一旁的阿里又迟到 主任再次抓到她 主任想让她叫自己的父亲来 阿里流着眼泪走出教学楼 遇到了自己的老师 老师解释说 阿里是个刻苦的好学生 并向主任求情 生活虽然贫穷 但却散发着幸运又温柔的光芒 妹妹带着阿里 来到剪鞋的小女孩的家里 但她们却发现 女孩的父亲是个盲人 家境并不比她们好多少 想要回鞋子的念头也消失 从曲折的小巷回家 一路上她们沉默不语 这一刻 空气中重置着温柔又善良的气息 生活带给了她们贫穷 但也交给了她们尊严和善良 父亲的朋友 送给了父亲一些修建花草的工具 于是第二天 父亲便带着阿里去了市中心 路上大楼临次制饼 车水马龙 与她熟知的世界并不相同 他们一路来到富人区 早已大汗淋漓 街道中停留着小汽车 路上干净又整洁 但善良的父亲 却不知道该如何 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差事 她被拒之门外 好在机制的阿里 流畅地介绍了两人的工作 她们摁响一个个门里 在夏天炙热的街道中穿行着 她们即将无功而返 但幸运女神 还是眷顾了她们 直到她们准备离开时 一个小孩跑了出来 她们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阿里和男孩 在院子中玩闹着 自己从未如此开心过 雇主给了父亲很多钱 阿里默默地 和熟睡的男孩告别 和父亲离开了这里 父亲开心极了 他计划着 这样工作以后 能够为母亲添置家具 在树烟葱葱的路上 急驰着 但不幸的是 自行车的刹车 却突然失灵 下坡时 他们直接倒在了路边 伤得不轻 妹妹放学时 丢失了自己的笔 正好被小女孩捡到 但是妹妹没听到 她的喊叫声 急忙赶到和哥哥换鞋的地方 哥哥来到学校 老师宣布了一条通知 室里准备跑步比赛 比赛奖品又握 第三名的奖品 便是一双运动鞋 第二天小女孩 归还了萨拉的笔 萨拉看着小女孩脚下的鞋子 但她没说鞋子的事情 开心地笑了 小女孩换上新的鞋子 在路上 她遇到了萨拉 萨拉夸赞 她的鞋子漂亮 小女孩又说 她妈妈已经将旧鞋扔掉 看着小女孩脚下的新鞋 萨拉低下了头 小女孩仍然在继续着接力比赛 阿里向老师请求报名 虽然她已经错过了预选 但老师还是同意了她的请求 经过和妹妹的换鞋接力赛 阿里似乎已经具备了充足的实力 跑步成绩非常不错 回到家 她开心地向妹妹炫耀着 等她拿到了奖品 她就将鞋子送给妹妹 小女孩两人开心地笑了 生活虽然贫苦 但她们眼中仍然有星辰大海 仍然看着前方 比赛当天 其他参赛选手穿着漂亮干净 并且全部是崭新的球鞋 阿里顿时感到了压力 人群中 阿里并不出众 但她却有着异常的毅力 街道上 孩子们熙熙攘攘 勾织成一幅奇特的画面 阿里奋力地奔跑着 为了妹妹渴望的鞋子 她穿行在人群中 不断地向前奔跑 她超过一个又一个选手 静谧的湖边 传来鸟的叫声 夏日树下的门音 阿里不曾停止 她的耳边只有脚步声 她想起妹妹的声音 那些可爱的表情 那些期盼和埋怨 她顿时拥有了力量 将人群一点点甩在身后 但她向妹妹保证 拿到第三名 于是她放慢速度 等那些孩子追上自己 一直保持在第三的位置 在最后冲刺的时候 身后的选手 却将自己推倒在地 阿里没有任何犹豫 起身便继续奔跑 她再次超过一个个选手 五个人扭在一起 不分上下 阿里在最后阶段 奋力地奔跑 第一个越过终点线 老师大声地告诉她 冠军的消息 将她举上头顶 但阿里却高兴不起来 带上冠军的奖牌 低着头 一眼不语 她的眼中清满了泪水 她不敢行 因为她没能拿到 妹妹需要的鞋子 她的鞋子 甚至已经磨破了鞋底 脚上全部是磨破的伤疤 她将脚泡进水池里 阳光洒在了头上 鲸鱼纷纷游过来 他们舔视着 阿里脚上的伤痕 妹妹失落地走开 夏天人未过去 仿佛这样的生活 永远不会结束 但是阿里和妹妹不知道 父亲已经为他们美人 都买了一双新鞋子 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小鞋子》是一部伊朗电影 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 在于人性始终能够战胜贫穷 它不会在贫苦面前 失去本身的光芒 哥哥善良懂事又有担当 妹妹温柔 体贴他人 不忍伤害别人 他们始终带有尊严 导演不求观众掉下廉价的眼泪 当阿里的脚泡入池子 这可没有赢得鞋子的下午 和以往的下午 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廉价的泪水 没有廉价的感情 有的只是一家人贫穷 但团结的爱 有的只是兄妹两人的善良 和体贴 这部电影叫《小鞋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